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各位同学 这个学期开始 我们要开始跟各位讲 这个全世学的方法 然后我们大概有几个要讲 全世学讲完讲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讲完以后 我们就讲马利诺夫的《peace法》 跟那个《beyond the beyond method》 还有那个《fit》这几个 如果后来有时间 就讲一个我自己发展出来的细杀法 所以这个大概是几个 那我们想全世学 我开始用的时候是用了 那各位都知道 Hermeneutics这个字 它是来自希腊文 那我为什么用这个呢 这个明明是一个水道嘛 就表示一个出口 那全世的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出口 就是你很多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后来我们借着全世学的方法 帮助我们达到一个出口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好 下一页 那全世学的起源 那右边这个话 就是那个Hermes 就是Hermes这个人 这个神 那在希腊的这个里面 讲全世学啊 就是叫Hermeneutics这个字 是源于希腊神话中的Hermes 那他是天神啊 宙斯的使者负责传递宙斯的讯息 并主动的诠释宙斯的意思 也就是说宙斯 他传一个讯息的时候 各位同学 你们记不记得Odyssen 就是Hermes写的一本小说 叫奥德赛 记不记得Hermes有两本小说 一本叫伊利亚德 一本叫奥德赛 知不知道两个写什么故事 看下大家都没看 伊利亚德在讲 讲Troy Troy战争 记不记得那个什么 那个大明星叫什么彼得 他叫什么彼得 他不是演那个 Troy战争吗 有没有 你们有去看那部电影 有没有看 他就演了阿切里斯嘛 对不对 阿切里斯的时候 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 他生下的时候 他妈妈把他进到英合之水 用抓他的脚这样进下去 所以他因为进到英合之水 他不会死 任何武器都伤不了他 可只有样东西会怎么样 因为妈妈抓了他脚嘛 所以脚踝这里 是他致命伤 所以后来在Troy战争的时候 阿切里斯攻进了 那个城堡了以后 Troy的城堡了以后 后来那个老二 弟弟 哥哥后来被打死 对不对 被战死 被阿切里斯射死 弟弟就擒练弓箭 擒练弓箭 最后阿切里斯打进来的时候 他就用箭射穿了他的脚踝 所以阿切里斯就死在Troy 这样 可是呢 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死 那个叫做奥德赛 所以第二下部啊 这个河马的小说的第二部 奥德赛啊 就在讲这个故事 那奥德赛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哈尔米斯就出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奥德赛在打完了Troy之后 他就要回家乡 可是呢 因为奥德赛敬拜的事 是雅典娜 所以天神对他 火大 所以他就有一天 跟这个雅典娜 就吵架 宙斯啊 就跟雅典娜说 我不相信 奥德赛对你那么忠心 所以雅典娜就说 那你要怎么样啊 那宙斯就对雅典娜说 我让他在回家的路上 要历尽艰辛 雅典娜就说 就对宙斯说 你可以考验他 但是你不可以让他死 你可以让他吃尽任何的苦 可是不可以让他死 好 宙斯就答应了这件事情 所以在 后来就传了 叫哈尔米斯来传递讯息 所以奥德赛就在旅途上 非常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他历尽了一些狂风暴雨啊 各种诱惑啊 然后恶到半死 恶到都走不动 整整花了七年的时间 从他的这个 从特罗尔啊 到他家 如果坐船顺利的话 一天就到 可是花了七年的时间 在海上漂流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厉害啊 那最后呢 特罗尔回到家乡的时候 又受到一个考验 按照希腊的规则 如果他离开家乡 超过七年 他的太太必须改嫁 那他的太太 为了他守真 就没有改嫁 所以一直等到七年 后来他发觉七年已经到了 没希望 那天 奥德塞回到家 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这个院子 他的王国里面的院子里面 他的王宫里面的院子里面 全部都是来求婚的人 因为他太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 比如说比海伦的还要有名的美女 所以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所以在那边整个大家 就要求婚 后来呢 他们吃他的 喝他的 用他的 用奥德塞 所以奥德塞气得要死 所以最后他们就决定 要考验嘛 所以他们就摆了那个 十二个 那个梨啊 每个梨都有一个洞 摆十二个 说如果你要娶他 可以 你一根箭啊 射箭要穿过这十二个洞口 就没有人认为说这是可办可行的 奥德塞就做到了 因为奥德塞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武士 所以这个故事 在河马的故事里面是非常有名的故事 所以各位同学我建议你们 寒假在家里也不知道在干嘛 像这种那么好的故事 那么的小说啊 应该在家里去理解嘛 对吧 所以哈尔美斯的意思就是传达讯息的意思 那他主动的去诠释 咒识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所以诠释学开始是从这个字开始 下一页 那下面也就说 那基督教会最早的时候 诠释学是对经典的诠释 经典的诠释 所以那个是我们叫做解经学 它叫做试经学 或者叫做注经学 那就好像我们中国哲学啊 在做注解一样 那各位同学都知道 我们中国在哲学里面注解 最有名的是谁啊 最易经的注解 对老庄的注解 有没有 对韩非子的注解 所以这个在汉唐啊 这样的作品是非常多的 有没有 你都注释嘛 有没有注释 就是从这里开始 他就注经嘛 那圣经出来以后 因为圣经啊 它有四部福音 那圣经的结构啊 因为它现在是全世界 那个行销最广的一本书 全世界的文学里面 最伟大的一本书 那我们哲学 我们福人大学 我念大学的时候 全校圣经是必修 为什么 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全世界最重要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啊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 Old Testament 一个叫New Testament 那旧约跟新约 那旧约呢 是讲以色列人的流浪史 流浪史 他们怎么样蒙上主的恩召 然后呢 后来受到考验 后来流落异乡 后来怎么样又回到 这个迦南地 卡纳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上帝赐给他们 什么样的东西 东西 这个都是讲明白 所以在这里面有故事 有国王 有先知Prophet 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的表现 那第二部分呢 叫做新约 那新约就是 耶稣来了之后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著作 那这里面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Gaspel 一个叫Letters Gaspel我们叫做福音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传的福音 第二个叫Letters 叫做书信 就是Aposts 中途门 写给各个教会的东西 那对Letters来讲的话 诠释学比较少用 诠释学最常用到 就对福音的部分的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福音有四部 每一部都在记载耶稣的生平 可是每一个人记载的方式 都不太一样 因此他们就说 怎么样去比较 就是要诠释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所以三部福音的对观研究 所谓对观福音 Synoptic Synoptic 这个叫对观 就是你把它对照 举个例子来讲 现在我们有博书 有简博嘛 对不对 大陆法在中国则有简博 那简博出来以后 开始跟原文对照 比如说老子简博出来 你看那个 丁渊者老师 不是在教这个 对不对 简博 简博出来以后 简书跟博 简就是主简嘛 博就是用纸嘛 或者用布嘛 所做出来的 写出来的东西嘛 叫博嘛 简博或者捐嘛 做出来的东西 简跟博 那简博出来以后 后来我们就开始对照原文 发掘论语啊 老子啊 庄子啊 好像有点不太对 不太一样 所以谁是正典 应该是你要去找证据嘛 那对观福音就在这里发现 说那 这个四部福音啊 重要的是 Mateau Ricas 路加福音 马斗福音 跟这个 Marcus 还有什么 John 四个人 四个人啊 John是特别的 John是最特别的 那这三个人呢 的福音就要对照 马斗福音 路加福音 跟马尔谷福音 马尔谷 马尔谷 路加斯三部福音 放在一起 对照着 看着意思 这样的安排啊 就使人容易 觉察一个事实 同样的记载 有的时候出现在三部福音 就我们叫三重传 三部福音都出现 有的时候呢 就两部分叫双重传 此外 每一部福音 各有自己独有的史料 许多具体的例子 给了一种印象 这三部福音间 彼此有许多相同 相似之处 也同时也有不少相异的地方 所以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每一页 我们都可以去仗看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福音的部分 下一页 大致说来上 就为耶稣言行的记录 论及他生命中的主要事件 虽然如此 彼此间的一同 也相当为妙 我们就把它 给列出一张表 作为一种诠释的一种方法 我们你看 这个就是列出来 它有多少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就问 同样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上一个课 那你们怎么去诠释 或者我怎么去诠释 那些哲学家们的 这个说法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我带个简单的说明就好了 那现在来讲 我们说什么叫做诠释学 何谓诠释学 那帕姆尔 这个人非常有名的 他我们曾经邀请他 到我们哲学系 来上过课 那他那本书很有名 对不对 叫Introduction Hermeneutics 你上过课吗 上过他的课 那个洛云学姐 在大学部的时候 我们请他来 他去我们用英文上课 那今年我们又请了 又又请了一个谁来 所以每年我们都请一个 在这种当代哲学界 很有名的人 所以我就说 各位同学 如果英文够好 就去上这样的课 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那帕姆尔这本书非常有名 所以他说 Richard Palmer 他说 Hermeneutics is in It is the most basic sense In 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所以重要的词是哪一个 是interpretation 解释 它是一种解释的艺术 就是说 你怎么样把一个人的话 解释清楚 我举个例子来讲 一个男生 跟一个女生说 我们今晚出去玩好不好 那女生回答说 好 那去哪里玩呢 女生就说 随便 随便是需要去诠释的 因为他的随便不随便 所以他说 那我们先去吃饭好吧 好啊 好啊 他也好 好 那你要吃什么了 随便 这随便是要诠释的 这个不能乱解释 好 那就问他说 那我们去吃面好不好 不要 那我们去吃米粉汤好不好 不要 那我们去那个 那你到底要什么 随便 这个时候我们发觉什么 对方是 他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 但是他很明确知道 他不要什么 所以因此诠释 在帮助对方澄清立场 到底你要什么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所以帕姆尔 他提出这个 好下一页 那这个是哈帕马斯 哈帕马斯 你看哈帕马斯 长得有点怪怪的 我们请了两次 请他到学校来 哈帕马斯 那么有名的一个教 他答应我们来 结果第一次 生病 重病 不能来 第二次又请他 又不能来 所以后来我们觉得 跟他无缘 哈帕马斯 你看像这种重症的人 我们都请了 我们最近还在请一些 在哲学界非常有名的人来 就是为什么 哲学界因为 因为辅仁大学这几年 我们赚了一点点钱 就是因为我们拿到不少捐款 拿到去年 我们拿到一亿多捐款 所以我们用这个捐款 有些捐款的人 就只明白说 请我们聘教授 比如说我们今年 还是要请沈清松教授来 他要从加拿大来 那他答应我 在宗教系跟哲学系 塑博士班联合开课 那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请他来 那我们给很好的一个 讲师费 像帕尔尔这样来 像哈普马斯这样来 我们都会请他们来 那他说什么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interpretation 他说这个解释的理论跟运用 During the reformation 重新再造 Herman Eudics came into being as a special deciphering concern with biblical criticism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你在根据哈普马斯的意见 所谓的诠释不但是解释而已 不但是解释 它不但是一种 而且甚至它是一种批判 批判 所以因此我们对一个人诠释的时候 不是只有单纯的 陈述性的功能 我们可能还有一些 反省性的功能 这叫权势学里面的说法 下一个 好 那这个各位同学 可能有些同学很想进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最近学费大账 六万块钱一个学期 六万美金一个学期 这个学校叫做Stanford Stanford 那你们听过Stanford的笑话嘛 故事嘛 这个有一对龙 这个做龙的夫妇啊 夫妻 到了哈佛大学 他们住在东部 到了哈佛大学说 我们要捐点钱 给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那个捐款的人 就看到他们夫妻 两个都是穷人嘛 这龙夫嘛 像是穿得很邋遢嘛 就有点不想接待他们 就跟他们说 我们接受捐款 但是至少要一万美金 或者十万美金 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他们听了以后 他们就出来 就太太就跟先生说 假如要捐这么多 去给哈佛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办学校 所以他们就跑到 美国西部旧金山附近 就盖了一个Stanford 请记住 这个Stanford的名称 不是那个先生 是他们的孩子 因为他们的孩子在纽约 因为车祸而死 所以他们就 纪念他的儿子 所以盖了这个 这个教堂 这是一个教堂 没有宗教派别的 差别的信仰 所以他规定 只有Stanford的校友 才可以在那里面 举行结婚典礼 如果你信天主教 你神父就搬进去 你基督教就搬进去 就可以 不是Stanford的校友 里面漂亮到不行 如果你们去看 就知道Stanford很漂亮 他就是在 在这个旧金山跟南湾 就在南湾嘛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就湾区了 Bay Area 你们去过旧金山没有 有没有人去过 有没有去 你去过哪里 旧金山嘛 对不对 是 有没有去过Stanford 没有 可惜啊 去过U.S.Burk的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 那你纯纯去光光了 对不对 光完了就光嘛 对不对 就用完了 好 这是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他们编了一本书叫做 他们的Stanford哲学百科全书 这个在这个里面说 The term hermeneutics covers both the first order art and the second order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expressions 那这个话简直说的是废话 你看他讲什么 他说这个包括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一种艺术的一种表现 这就没有话讲 第二个 Second order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这不是废话吗 你根本就不需要有这个字话嘛 你只要说Theory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就完毕了嘛 你说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不是全部都有了吗 哲学家就干这种事 所以那个你就可以知道Stanford大学的哲学系啊 不怎么也了不起 对不对 按照定义的原则是要节省嘛 要审嘛 对不对 哪里有这样搞下去的 所以我后来我就说 每次我抓这个 就因为活生生在他的有百科全书那边 我就每次笑他们Stanford 那你知道最近Stanford为什么有名呢 因为他有一个复活中心 Hoofer Center Hoofer Center Hoofer Center里面摆了蒋介石的所有的日记 一共有五十本 所有都记载 二十八事件 大陆撤退 所有的事件他都有写 所以是台湾在研究近代史的一种 最重要的一个史料 大概现在都在Stanford 那蒋家人就把这一套日记借给Stanford 那Stanford就把它全部移一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如果做学术研究 这个很好 下一页我们再看 那权势学的发展 那最早的时候权势学开始是什么 是史兰马赫 我们常常称他叫做权势学之父 权势学之父 针对当时流行的权势理论 他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圣经权势 叫Biblical Excellency 第二种叫做古典 叫做classics Research 第三种呢 Law 所以你可以知道当初权势学出现的时候 对哲学文学来讲 它并没有作用 它只是在做什么 只是在做圣经 像河马的史诗 像这种法律的权势 所以我们对一个法律条文的权势 是很麻烦的事情 对不对 需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并且批评他们权势 就是为公正处理理解这些 而只是若干观察的 所以是史莱马克讲这个话 德国人 好 下一页 第二个是蒂尔泰 那蒂尔泰各位都知道 他是权势最好是 起上人文主义的人 叫做蒂尔泰 所以他的体验权势学 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生命中 我要怎么去体验 我要怎么去权势 所以这个人就说 强调从生命内部 来理解生命的 一种权势学的循环 这是蒂尔泰 蒂尔泰的说法 好 下一页 高达美 他是1900到2002 活了102岁 哈巴马斯是suicide 高达美是年老而死 所以高达美 那他说Logos 那各位都知道 Logos原来的意思是语言嘛 语言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解释为语言 不要解释为道 就解释为语言 语言本来的含义 不是理性而是语言 Logos就说他原来是个语言 人不是理性的动物 看到没有 他在反对亚里斯托德 人不是理性的动物 应该是具有语言的存在 他就说 他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叫做语言的存在 可是请各位记住 高达美的这个诠释 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猫咪也有语言的存在 如果你要定义说 人是有语言的存在 人是有语言的存在物 那猫是有语言的存在 所以人是猫 对不对 你看那个外宣 不是以前那有个笑话 又讲一个笑话吗 说这个有一个外宣老师说 说他在课堂上说 他在外宣外面 碰到一只狗跟一只猫 那个狗就跟猫说 你在外宣待这么久 你会不会讲外国话 在外宣那么久了 你应该讲外国话 猫就汪汪 多意思吧 不是猫的语言 它是狗的语言 狗的语言是汪汪 猫的语言是妙妙 对不对 所以猫就说 孟孟 表示我会第二外国语 对不对 很厉害啊 那狗呢 狗会不会 狗就不会 狗问他 狗那你要不要说 第二外国语 它瞄不出来 所以他说 那你这个太本土化了 local来这一群 那不行的 所以他说这个 只有在语言之中 才有所谓的市场观念 不见 我们在定义里面 看到语言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 有些语言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因为要有意义 因为语言是一种声音 language是一种 voice voice 声音 不一定有意义 你看你们有时候就 睡觉有没有打呼啊 有没有打过呼 你没听到 你怎么知道 你没打呼 你妈有没有告诉你 有打过呼 没有 我就会打呼 年纪大了 喉咙这边的肌肉松了 你年纪大了嘛 你有没有打过呼 不知道 你有没有打过呼 应该有啦 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啦 打呼有没有意义 打呼是一种声音 对不对 有时候你们在什么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梦了一大堆 就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啊 所以高达美这个话是有问题 是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高达美 被娘那么崇拜呢 那么崇敬呢 理由不在这里 而是在她别的说明 我们再看看 下一页 再下一页 当机啦 我一讲高达美不好 高达美就给我当机 高达美在另外一个世界 操控这个电讯 可以了吗 还是不行 高达美 你看 你们有没有发觉 当代所流行的一些思想 绝大部分都是还是欧洲 你们所念的现象学 诠释学 结构理论 对不对 都来自欧洲 甚至我们哲学智商 也是从欧洲发展 从荷兰开始 后来到德国 对不对 后来到意大利 然后才传到美国 然后才传到亚洲 所以好 下面 高达美最重要的作品是 六十岁的时候发表的 真理跟方法 那这本书是非常有名的 可是很不幸的是 我们台湾 你们大本修 你们那个谁 黄桥会老师 还在教这本书吗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像 有没有 不一定没学习 对 那这本书到目前为止 台湾没有很好的翻译本 没有完整的翻译 都是用大陆那一本 大陆那本翻得不好 所以才出现困难 这是Hans Hans就Gardmer 他的书 他认为 自然科学的方法 不论是培根的经验归纳法 或者是笛卡尔的演绎法 都会造成控制意识 方法论的时代是科学翻译和科学控制加剧的时代 方法并不能保证人们获得正理 就是说我有这个胃 我有这个method 可是不代表 刚才我问的这个同学说 他要坐265到福大来 对不对 265到福大嘛 不然 到火车站 然后哪条路来 在火车站 在板桥火山 有多少条路线可以到福大的 至少一条嘛 可能不止一条嘛 你为什么选810 810是首都的吗 不是 是三重客运 不知道 810 810你做过没有 没有做过 有没有人做过810 810是指南客运吧 是哪一个 810是新的 810是新的吗 你做多久了 三年 没有 它是上台下前的 一两个一半 所以这是新的 是哪一家公司的 三重客运 三重客运 810 对不对 那为什么选810呢 那你以前做哪一条路线来 我原本大义的时候坐回龙板桥 回龙板桥 可是后来它停开了 停开 坐那个宫西板桥 坐到那个新庄 那个邮局那里 然后它换车 换三趟啊 哇 好佩服你啊 这个勤学精神 而且都很少迟到是不是 还好 还好就是表示有嘛 你看权势就在这里 权势嘛 好 所以你看啊 这个就是 它说方法并不 就是说 810可以到辅大 可到辅大 不一定810 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达到某一个目标 可是我要单身达到那个目标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选择 就是我们要澄清这些东西 所以权势学的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叫澄清 要把它澄清 好 下一页 他说 这书包括三个部分 艺术 历史跟语言 就是我怎么样去诠释历史 我怎么样诠释艺术 所以我们对这个 历史 艺术跟语言 我们怎么样去诠释 所以这个是发展 好 下一页 那下面我们就是看 哈普马斯的这个说明 沟通理论 哈普马斯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理论 就是这个哈普马斯后来已经走了 他去年死掉了 所以我没有加上去 这沟通行动理论 理解语言表达的意义 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道 如何使用语言表达的意义 来和他者就某次达成理解 我们也就无法懂得 理解语言表达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 我们要表达一个东西 我怎么样能够 各位同学 你们时间没有了 不然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下节目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你觉得在你这一生中 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你跟你的朋友 在沟通的过程中 你觉得最没有得到朋友 谅解的东西是什么 看来我们检讨理由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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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8 3 10 1 9 10